我们看这一笔 这一笔它说 乙之一个正五角柱 底面的边场是6 这底面边场是6 然后柱高是8 好 那它要求什么 求它的侧面的面积 这是第一条 侧面的面积的话 它的那个每一个面都是长方形 它那个长是6 高的话宽 这个宽啊 宽是8 就6乘以8 那现在有几个面呢 有6个面 没有 5个面 因为它底面是一个正五边形 那每一个边的话 对应到一个呢 那个长方形 所以乘以5 5、8、40 40乘以6 6、24 240 这个平方公分 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的话 它是问说 那么乙之 这个圆柱的底面积 是这个5公分 现在有个圆柱了 它底面积这个A是等于到3 A是等于这个 底面半斤是5公分 R是5公分 然后柱高6公分 那么它问呢 侧面积是多少 侧面积的话 你就把它摊开来的话 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这个长的话 刚好是 它是远的周长 所以这是2πR 这个宽的话 刚好是这里高 这是6 所以它的那个面积 是等于到2π乘以R R是5 那再乘以那个宽 宽是6 这是10嘛 所以是60π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60π